3號 直接開囉 1 2 3 是不是 這是一個集團 完全合理 還是賽車 那個休息站的時候 要幫他換那個零件 那個不一樣 那個更專業 不一樣嗎 這個不一樣 服務員 服務員隨身嗆一個 服務員不是都拿這個 然後這樣再拿這個 不是啦 修理 水電 瓦斯 那是什麼汽車 那是遇到奧客的時候拿出來的 盤手啦 老花 骨頭鉗啦 老菜的 你很爛耶 沒有 你以為講第四個 你再講這個我就 退你通告 不給你通告費 第四個你一看 他真的就是了啦 我等一下再跟你們 全部都分在一起的啦 明婷老師 我覺得是 修車 黑手 好 我們來歡迎 三號 你是誰 好可愛喔 怎麼可能是 好可愛喔 不可能是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妳跳一下 會不會有扳手掉下來 沒有 好活活 近村 一直看不出來 好近村 完全看不出來 而且她完全沒化妝 對 所以妳的工作是不能化妝嗎 也是可以化妝嗎 可以 看每一個人的個性 對 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愛麗絲 愛麗絲 妳好 愛麗絲 27歲 好小喔 年輕 怎麼會身上我有扳手 我到現在還一直聯想不起 她想要問你 為什麼27歲就去討餐 對 妳真的會用那些東西 妳可以拿一下虎頭夾 示範給 對 通常會夾什麼 夾什麼 這樣不就公佈答案了嗎 真的 妳看她是會拿 真的 她拿得好 來 妳給她夾一下 對嗎 這個很痛 這個真的很痛 所以妳的工作是 水電工 妳是水電工 對啊 水電工 就是因為疫情 然後那時候 原本是健身教練 然後因為升三級 健身房滿全化 我以為升三個 對 升三級 然後健身房那時候停業 然後剛好我學生是水電工 然後她就問我說 妳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工地工作 妳有被電過嗎 沒有 因為沒有工地 我們是做電的沒錯 可是我們不會活電作業 所以是電線還沒有接好的時候 還沒有通電的時候做的 通常 因為我是學徒 會被電的都是師父 不是我 謝謝 請坐 我幫她說 我是因為疫情關係 升三級 就是再去工地工作 健身房都關閉了 對 那時候都沒有人 對 然後就OK 對 就去工地工作 然後就一直做到現在 所以這一行是 不用考執照的 這個不用 還是 它還是有一個 什麼秉級的證照 但是 基本上工人都沒有考 對 妳現在會換水管或者是電線了嗎 會拉線 就是它是穿一個塑膠的 那個叫比亞 就是穿 穿然後就拉線這樣 拉線真的滿累的 因為它 妳是感覺像是 在天花板後面拔河 好險妳是健身教練 妳有底子 不然會拿來這個例子 那個也是很累 對啊 就是它 可是看妳的照片 好像妳在工地都當作是 滿開網美的 妳是在玩什麼生存遊戲 生存遊戲是吧 沒有 那一張是拍那個 就是這張 這個廠商的工具這樣 妳還可以接 對 沒有 是因為那時候 我想說 我第一次進工地 然後我想說 不然師傅妳幫我拍好了 因為我有一顆螺絲 一直鎖不進去 它算那個鐵板這樣 我說我不相信 這次妳幫我拍這樣 然後我就手機拿給它 然後裝完之後 我不是有那個影片嗎 我就上傳在那個 我就是我的社群媒體這樣 結果 哇 超多人在看這樣子 然後之後還自從那一天開始 我就每天日更 然後 對 之後就開始有一些廠商來找我 對 我們要到請去工地 應該有滿多異性的 會不會在這個行業桃花很多 我滿多變態的 就是會說 妹妹啊 說我不是 我是什麼 下面沒辦法 但是上面有想法這樣 這樣 我一直開女紅腔 這之類的 會有人停一下嗎 什麼 停動 吃豆腐啊 吃豆腐不會 那這應該就直接到警察 打電 賺他 點他 我最辛苦的 到現在最辛苦的項目呢 最辛苦的項目 我覺得應該就是曬太陽 妳以前很白嗎 沒有 我一直都很黑 對啊 就是太陽底下 尤其是就是那種 沒有遮蔽物的情況下 又正中午又夏天 我那個真的超容易就是 中暑 對 曬 超容易 然後又很黑 就頭皮 現在只有教練 那個總教練有沒有 就是點頭 對 對啊 我們廁所也很難上 對 我們有時候在頂樓 對 一樣也很難上 可是沒有要騎車一公里 沒有 那也會被騎士嗎 因為其實水電工 應該也比較少女生 不會 還好 應該看到他就覺得很不想做 有騎士 對啊 這麼漂亮 等一下 我這樣有點瘦瘦 喔 不是這意思 有在租一聽喔 沒有 我是說像 譬如說如果我要去執行一些東西 別人可能會覺得 女生會不會做不好 會 就會覺得妳的能力 能力不足 我說妳去打 旁邊做的 柏青 妳要看一下 她穿這樣到工地 妳說妳在棒球場 可能穿這樣 那是啦啦隊吧 啦啦隊 是說專業上會被問 專業的 會被質疑說 質疑妳的能力 像我以前也會 對不起 打掃 我以前就遇到那種 男生就會跟我說 妳那個加油 動作還不錯 之類的 然後她突然跟你講說 我下個禮拜要去考B級裁判了 然後全場都在笑 因為我是A級 哇 她會鼓勵說 加油 妹妹加油 這樣說 她以為妳在 對 是資深大前輩 小小臉啊 妳的父親也是做這一行的嗎 對 可是我爸 我爸不是水電工 我爸是鷹駕工 鷹駕工 對 也是在工地的 對 有一次在那個工地 因為我後面不是有拍影片了嗎 就是大家陸續就有看到我的影片 然後結果那個 之後我爸的學徒就跑來認我 就說 我是你爸的學徒這樣子 就覺得好奇妙 我一個工地就對了 對 她也很鼓勵你 也沒有到很鼓勵 爸爸會擔心啊 那竟然滿危險的 對 只是就是做工地之後 就可以更體會爸爸在工地的那種辛苦 對 因為有時候 有時候 因為我想說 回家的時候 我看我爸都不睡房間 他都睡客廳的沙發 這是因為 自己即便洗完澡之後 還是會有一些灰塵之類的 就是他沒有辦法 像油漆那一種 對 都會有味道在手上 或什麼Sweet Cone 什麼什麼都會在手上 這些行業都很辛苦 我爸賣魚也是 他每次回來都不是先回房間 就先在沙發上面 然後他會先鋪一個 他已經用了大概十幾年的毛巾 然後躺在上面 然後不敢動 真的喔 真的會這樣 你真的會這樣 真的 就很怕把家具弄髒什麼的 我們在家裡換一個電燈泡 然後爬樓梯 A字T嗎 對 然後你就覺得好緊張 就覺得很高 那個算還好了 真的喔 工地要 這樣爬高是不是算標配 不能去高正 水電空爬高 是直接在A字T上面 就可以走路 對 而且他們還可以講樓梯走路 對 好厲害 很誇張 這個我不敢 可是工地這樣子會被罵 對 因為太危險 有危險 炫技 對